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不要告别东海岸游行活动 在台北市展开 晚间跟在凯达格兰大道 用音乐会的方式 持续表达诉求 为了解决高雄桃园地区 有部落常常因为天灾 造成断电 台电特地架设了 新的供电系统 日前举行了通电仪式 随着时代的进步 部落有猎人制作 更安全的猎枪 希望政府能够修法 让猎人能拥有新式的猎枪 传承狩猎的文化 好 新闻一开始 要看到的是 为了捍卫东海岸 同时也反对 为在台东三园 美丽湾度假村的 不法开发案 不要告别东海岸 在台北的游行活动 今天展开 这一次由艺文人士发起 串起了全台15个社区部落 以及超过30个团体 集结大约500人 在台北市用步行的方式 来到了美丽性饭店 强烈的表达 反对台东三园 美丽湾的不当开发 当中 人手一只芒草 并且透过阿美族 祈劳的驱邪仪式 用理性的方式 表达诉求 不要告别东海岸 徒步游行 4月20号 众多发起团体 集结在宗教东路的 顶好广场 行动团体 布农佐德纳布 带领民众 以领唱 欧海洋的方式 行经中宵东路 前进位于市民大道 与建国南路交叉口的 美丽性饭店 来到第二现场 警方戒备森严 11点30分的时候 这个反美丽湾的 行动联盟 已经是从这个 顶好广场出发了 不过呢 我们现在就是 赶先来到这个 第二现场 可以看得见呢 这边的警察 都已经正守待位 这场游戏起因 就是财团在台东 三原新建 美丽湾度假村 引起部分居民 以及环保 异文人士的反弹 认为破坏了 美丽的海岸 也破坏了 当地阿美族人的 传统礼遇 九年来争议不断 虽然历经法院 判决败诉 但台东县府 于去年12月22号 重新通过环平 再度引起争议 关系东海岸 生态与在地文化的 个人与团铁集结 以一步一脚印的方式 4月4号 从台东三原出发 抵达台北 步行超过261公里 20号下午2点 行动团体 抵达美丽性饭店 人手一只芒草 并透过阿美族 污渍的驱邪仪式 祈福除岁 过程中 群众以不夸夜 乍然的行为 表达理性诉求 唯一的诉求就是 拆掉这个可怕的 二职的饭店 因为我们不希望 这样二职的先例一开 后面所有的 可怕的开发案 都可以成立 因为这么扯的案例 都可以成立的话 那台湾的法律 就没有办法去 约束任何的开发 美丽性饭店始终 无任何代表出面回应 人群继续 以往下一个场地 要在凯达格兰大道 举行原本连续几年 在三原沙滩 所举办的 马拉松市的音乐会 表达反美丽湾饭店 开发案的诉求 不要告别东海岸 凯道音乐会 会连续八小时 多个乐团 一人轮番上阵 就是要表达反对政府 开发美丽湾饭店 不要告别东海岸的决心 记者巴鲁玛 台北市采访报道 请你们不要用 不要告别东海岸 徒步游行活动之后 支持反对美丽湾开发的民众 目前已经聚集在凯达格兰大道 以音乐会的方式 继续表达自己的诉求 我们的记者巴鲁 人已经在现场了 把时间交给巴鲁 好的老外 这个不要告别东海岸的 这个行动 现在是进行到 这个最高潮的阶段 也就是在今天中午 大概一点半的时候 所有的这个行动联盟 集结在这个 忠孝东路的顶好的广场 随后也就是在 下午两点的时候 又将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移转到这个美丽新饭店 进行这个所谓的驱灵仪式 今天之所以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行动 主要是因为 这个财团 要在这个山源海岸 要进行这个美丽湾度假村 这样子的一个BOT的行建案 但是呢 却被当中的这个阿美族人 还有一些民众呢 给拒绝了 于是呢 跟这个财团 进行了这个九年当中的残送 这个当中 这个财团都是败诉的 不过呢 直到去年的 也就是12月22号的时候 台东县府呢 就突然就通过了 这一次的这个美丽湾的环评 引起了族人的不满 今年都特别集结在 这个现在所占这个位置呢 也就是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 到底呢 这样族人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我们当中有请到两位的发言人 来告诉我们他们的诉求 最主要我们就是要 让台湾的人民知道 我们因为默不关心 或者是我们以为 那不是我们的公共财产 有一天我们真将会告别东海岸 如果我们再不好好的看 如果我们不再好好的守住 我们自己最美丽的 那样的一个地方的话 整个台湾那美丽的东海岸 将会永远的消失在 这一块土地上 这个历史里面将不再见 这一次呢通过这个环评 到底呢就是后续的部分 今天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之后 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动作 未来我们将继续的 让全国的伙伴 全国的朋友 好好的体验 台湾有多美 我们从台东到台北 未来你们也可以从台北 走路到台东 就做软性的活动 OK 好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 这一次这个行动呢 是非常的辛苦 从4月4号徒步走到这边 已经走了261公里 是不是可以就是为我们稍微解说一下 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习惯吗 我们从4月4号走路到今天 然后一路上经过很多部落跟社区 都是有土地议题的 然后我觉得身在这边的土地上的人民 他们的声音都没有被政府听见 那这一路走来 听到很多人民他们的无奈 我觉得我们这个串联 是台湾现在我觉得很难得很难得的一个经验 那今天这样走路过来 是不是大家都铁腿啊 呃铁腿啊然后水泡啊然后脚很痛啊 可是我觉得脚痛之外我们的心更痛 都是值得的 都是值得的 好的现在呢这个就是说 不要告别音乐会呢是采用这个马拉松式的一个方式呢 轮番来下证 当中呢现在正在进行的 就是所谓的行动剧的一个桥段 不过呢这个活动会到今天晚间12点呢 会结束 但是呢冒着这样风雨的这些群众啊 现在目前还是撑起雨伞 那就是要冲到这个晚上的12点 但是呢之后呢还是要夜宿凯道 好以上呢是记者巴鲁跟马耀在总统府前的采访报导 将近同交给老外 感谢巴鲁从凯达格兰大道带回来的最新消息 而这一场音乐会呢也将持续到今天的深夜 而不要告别东海岸的步行活动呢 从4月4号开始从台东出发 直到今天到了台北 美丽湾度假村的业者呢 在今天也出面回应来听听业者的说法 美丽湾度假村针对连日的反对抗议行动 也不表示沉默 发表声明 美丽湾副总经理暨发言人朱英宗表示 目前所有的建筑物都是依照国家法令新建完成 有完整的合法基础 还说开发并不等于破坏 环保跟开发兼顾病重 是美丽湾开发9年以来的坚持 强调守护东海岸 美丽湾绝对不缺席 我想我们美丽湾度假村 跟林怀明先生 跟严长寿先生 甚至导演马志强导演 我们想法都一致 一定要发挥在地特色 落实绿色消费 以及绿色的行动 所以在建筑物的规划方面 我们完全以 环保饭店的理念来做规划 未来我们也将取得绿建筑的标章 有关大家最关心的污水部分 我们也用三级薄墨来处理 美丽湾度假村声明有四个重点 首先是五月份率先营运的海水浴场 不是房客也可以买票入场 台东县民更是免费自由进入 美丽湾不独占海滩 饭店超出国内规格的污水过滤系统 保证排出之后用来浇灌植灾 不会排入海洋 推广当地生态之旅 原住民部落导览与农业器座 提供当地居民就业机会 并且进行职业教育辅导训练 让年轻人可以回台东工作 另外我们也积极的跟当地的部落 以及团体共同来合作 推广在地的生态导览 以及文化之旅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平台 让全世界都能够发现美丽的台东 当地的居民 绝大部分 包括我们富山村 我敢讲绝大部分都支持我们 美丽湾这个开发案 因为他们真的了解美丽湾 对于这个土地的付出 美丽湾发言人指出 台东县今年有五星级的温泉饭店 多年来也与台东 日本地区的原住民族部落互动良好 他强调美丽湾的特色 既然是靠近原住民部落跟海洋 当然这是他们最想保护的两项资产 还说美丽的海湾 就是他们利润的来源 美丽湾比谁都还要重视 三元天然环境的维护 美丽湾也呼吁抗议者 来实行探访当地部落了解民意 也欢迎各界在正式营运之后来验证 到底开发会不会破坏环境 业者的看法跟反美丽湾的团体大不同 记者国内拉杆路 台北市参报导 第一个部分是说 高雄桃园区的复兴 拉芙兰以及梅山等等的部落 常常因为天灾的关系 造成断电的困境 台电为了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架设了新的供电线路 昨天乡公所举办了通电启用典礼 是通电启用 感谢各位 4月19日在高雄桃园区公所举行 新供电线路通电启用典礼 这是客服桃园区复兴 拉芙兰 梅山里等部落 因灾害经常断电的窘境 台电凤山区营业处 进行绕道玉碎农路 架设了新供电线路 总共费时三个月架设了新线路 投入经费将近一千万元 我们都可以很快的来修复 如果碰到这种情形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借由这个新建的线路 来做一个转工 那可以提供一个更可靠的线路 初期启用典礼的高雄市议员说 经过部落居民的抗争跟强烈提出诉求 终于促成这个重要的建设 上面的一些乡亲就认为台电不够积极 所以那次我带着乡亲到凤山电力公司抗争 就是要求修正整个电线杆的路线 凤山电力公司经过三个月以后 一直到现在也积极的配合修正电线杆的路线 架设新宫殿陷入 让桃园区复兴等三个里的宫殿能力大为增加 有助于减少万一遭遇天灾时停止宫殿的状况 现在启用之后 渴望解决当地居民以往因为好雨 就面临断电的困境 记者母定 高雄桃园 川普罗 为了满足屏东县 泰伍乡 泰伍部落 集体千村的居住需求 行政院莫拉克重建会委托了红石之会 打造的乌拉鲁兹第二期四十户永久屋 今天举办隆重的入住典礼 历经一年多的等待屏东泰伍部落的 乌拉鲁兹永久屋第二期四十户工程终于完成 入住典礼中重建会行政院民会 屏东县长与红石之会 与乌拉鲁兹永久屋的第二期居民 手牵着手脚踩着传统五部 一同欢庆泰伍村团圆的大日子 不仅举行入住典礼行政院民会 一租八百多万新建作为部落文化传承的 头目家务文化馆 能够再次团聚脱离租屋生活的族人们 都非常开心 现在都团聚在一起感觉很不错 我们四十户个人出的 为了祝贺我们这个永久四十户 所以大家来投资来出来 之前是租房子啊 那现在可以跟部落住在一起感觉怎么样 心情愿意快啊 还是跟自己的部落住在一起好吗 八八公灾后红石之会 投入十一六千多万在屏东 雾台来亿泰伍乡 分别新建了长治百合 新来亿及乌拉鲁兹三大部落 一共四百六十户的永久屋之外 也持续进行部落的生活重建 生活计划 奖学金发放等各项重建工作 累计投入超过十二亿元 未来也将在建造连接三地门 以及马家乡的三地门吊桥 还包括生活的重建 生活的陪伴 还有这个生计的这个辅助各方面 所以呢我们在屏东地区 已经全部砸下了十二亿 那么未来呢 还要盖一个三地门的吊桥 大概也要五六千万 乌拉鲁兹第二期永久屋的居民入住后 屏东县境内一千三百零世间的 永久屋建造工程 也全述完成 中央与地方政府 感谢各界的团体的协助 让诺拉克风在居民 能够获得居住空间 未来仍会持续推动 永久屋社区营造 以及产业重建的工作 记者格瑟 屏东万轮采访报道 镜头转到中国 今天上午八点零二分 四川省雅安市的卢安县 发生了瑞士规模七 震源深度只有13公里的浅尘地震 镇央所在的龙门乡房屋 严重损毁倒塌 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有78人死亡 600多人受伤 而专家指出这次的地震 跟2008年发生的汶川地震 处在同一条地震带上 当局已经紧急动员了 2000武警的官兵前往救灾 而根据中国地震局指出 到下午四点半左右 已经有113人死亡 3000多人受伤 出估有38万多人受灾 小部落大新闻 带您看到的是台东盐平乡 桃园部落的布农族人 举办一年一度的传统祭仪 巴西补补也就是舍尔祭 台东盐平乡桃园国小的小朋友 抱战功可别看他们年纪小 抱起战功来可是不输给大人哦 小的动作 你多久 我们一个月 一个月 对 你小孩子嘛 很开心吗 很开心 你看他们一个比一个比啊 真的 他们都想要赢 你刚刚跳的是什么 有没有学到很多 这就是女主的文化 不想好吧 好 好 好 几只三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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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以传统式的猎枪来射击 不时的出现状况 本来就是许德丁是比较安全性比较高 如果说碰到山猪 像这个你看我们装这个子弹 最起码也要一分钟嘛 如果说看到山猪你没有射死 第二枪 你如果说跑 没有办法跑的时候 一定是会被那个山猪给他冲 用他的疗牙给他 他会攻击 用受伤的 每年的四月份开始 布农族部落陆续的举办摄尔记的活动 这时候不只是传承文化的时机 其实也是猎人们展现他们英雄气概的机会 记者弗洛克台东联平采访报道 宜蘭的部落大学今天在林务局的南澳工作站 举办了开学典礼 特别的是当中还开设了公共论坛 宜蘭县原住民族部落大学20日在林务局南澳工作站 举办102年度开学典礼和公共论坛活动 今年的部落大学已经是开设第12年 县府表示推动原住民族文化以及教育是重要的实证蓝图 也希望透过部落大学的课程 让族人可以在主流价值中肯定自我也期待更多人的参与 我们都是以当地的原住民为我们重要的师资来源 那么由我们当地的原住民来教导我们的这个学员 我们在地的原住民是比较能够做一个很好的沟通 那么也透过这个师徒制 让受教者教育者都能够有很好的对话 部落大学校长吴源和表示 宜蘭县原住民族部落大学在去年的全国评鉴中 获得优等第二名的好成绩 今年要持续这样的水准跟成绩压力很大 不过会更加努力 相对的就是说给我们有很大的期待跟压力这样子 去年开始我们的课程有价值型的课程 去年我们又继续做这样价值型的课程 会出版更多的跟我们原住民有关的教材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绘本之类的这样子 那我们希望说慢慢的把这样的东西建立起来 属于我们宜蘭的东西给它建立起来 而长期以来承接部落大学经营的宜蘭县原住民族文教 促进会理事长曹天瑞表示 这次特别开设公共论坛 希望能够集思广益族人对未来部落各项的规划 公共论坛的部分我们是谈到就是说 苏阿改通过之后对我们大南澳地区的一种冲击 比方说产业教育经济文化等等有什么效益 主要就是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体制 让我们过去这个祖先留下来的这个智慧能够传承 但是我们还要想到配合目前现代的一种生活状况 校长也表示今年开设了十九门的课程 包括足以产业经营资讯以及亲职家庭照护等课程 透过部落大学齐老以及部落参与的学院三合一的运作体制 永续经营部落的传统文化也希望能够终身学习 接着南澳赛以来然后采访报道 一文的消息 南岛国际美术奖及台东美展的巡回计划 昨天开始在国富纪念馆展出 展期持续到五月七号 利用木头羊毛贝壳且很随手可得的物品 做成在寻找之前找寻这件相当抽象的作品 是有一位悲难族的林林在2012年南岛国际美术奖首奖的作品 而这次由台东主办的2012年南岛国际美术奖 继台东美展巡回计划 第二站就来到了国立国富纪念馆展出 国富纪念馆当然今年就搭配这个机会 我们提供这样的展场 共同来办理这样的艺术节的美术展的展场 那我觉得对我们南岛艺术或者南岛文化的推动 这个既有意义 也不会让台东县政府在关注这个原住民艺术文化的时候 只停留在台东县政府 那可以到台北来分享 台东县政府多人来致力于多元族群的艺术 并在2011年举办第一届南岛国际美术奖 2012年则是举办第二届 共有31个国家417位参赛者参加 第二届我们有来自全球417个作品的送件 来自41个国家是非常踊跃 那透过平面的作品 立体的作品多媒体的作品 让所有的南岛文化可以透过一个 重新再定义再诠释 那今年很高兴能够来到台北国富纪念馆展出 那这个意义就是做一个文化上的沉船 交流跟创新 许多文献证明台湾是南岛羽族的原乡 从展览的现场陈列也展现出这一点 像是来到现场就可以看见索罗门战州 跟兰羽的平板州并列在一起 呈现的是南岛羽族的海洋文化 记者综合报导 而道路的修复是为了让民众呢 有条更安全便利的道路 不过路基拓宽之后 怎么却也让一旁的河道变窄了呢 这个地点是发生在屏东狮子乡台九县上 就是因为有当地的居民发现 道路工程使河道变小之后 使溪水更加的湍急 可能危及道路的使用 于是就向立委呈情 今天在与公路总局会刊之后 已经承诺会请施工单位改善 屏东县四厢乡民反映台九县 459.6K公里处 路基修整因为充满疑虑 居民表示路基工程让他们灌溉农地范围缩减 而且当地野稀跟道路乡镇情形相当危险 4月19日立委简东民服务处助理 会同屏东县议员 公务总局局长 丰岗公务段段长 以及第三工程处工程员会刊 第三个养护工程处表示 会要求施工单位修正 原先的路基 恢复到原先的路基 把那个凸出来的重新打掉 它做出位置 我们现在打掉以后 让它修正到原来设计的位置 就知道这个路边代表 如果这边不做起来 以后会冲坏 所谓的打掉是现在都在打掉吗 现在已经在打了 你看那个打已经在打了 这是修正以后的 不是修正以后的 它要打掉重做 经过勘谈后 原来是施工单位弄错位置 导致工程试做当的路基 占用河川用地约10公尺 大幅缩减河道宽度 也夹到一旁的灌溉农地 地方居民却担心 工程恐怕会对风坎西下游的 部落居民造成伤害 建议立即进行复原 这个全面的停工 停工之后 现在状况是要重新打掉 还是做局部性的修 全部打掉吗 那当然有些的路基 还是要维护到 没有错 他现在原来这个就是要挡路基的 那他现在因为做的时候 他那个我们叫做放样 放样没有放对位置 那我们现在已经要他 要他把调再做回来 不然到时候这个台队太狂了 所以会比较不好 很多的事情 我们应该有更多这样沟通的机会 那共同来确保这个道路的安全 然后民众的安全这样子 经过讨论过后 公路总局决定按照计划 缩减对河道拓关的程度 要求施工单位 调整后续施作方式之后 再继续施工 预计要在102年7月份 就排除工程疑虑 清口答应会让四厢乡民 安心的使用道路 记者综合报导 继续来关心天气 受到华南云系 以及东北季风的影响 周末的天气是很不稳定的 根据气象局的资料显示 今天下午开始 一直到明天的早上 在中部以北 还有东北部地区 容易有较大雨势的发生 民众要多加注意 接着来看问您整理的旅游七小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别是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